不能自治 郭佐没有待满他的假期,提前上路了。 郭佐走的时候没有和任何人招呼,一大早自己走了。 临走前的那一个下午,郭佐做完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 他把玉秀摁在厨房,睡了。 郭佐反反复复追问过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上玉秀了? 郭佐没有回答自己的这个问题,他回避了自己, 而玉米的那句话却一点一点地占了上风。 玉秀呢,被人欺负过的,七八个男将就在今年春上。 郭佐越想越痛心,后来甚至是愤怒了, 牵扯着喜爱以及诸多毫不相干的念头, 似乎还夹杂了强烈的妒忆和相当隐蔽的不甘。 郭佐就是在当天的夜里, 促动了想睡玉秀的那份心的, 反正七八个了,多自己一个也不算多。 这个想法吓了郭佐自己一大跳。 郭佐翻了一次身, 开始很猛烈地责备自己, 骂自己不是东西。 郭佐这一个夜晚几乎没有睡, 起床反而起得早了,迷迷糊糊的。 郭佐一起床便看见玉秀站在天井里刷牙。 玉秀显然不知道夜里郭佐的心中都发生了什么, 刷得却格外地认真, 动作也有些夸张, 还用小母马一样漂亮的眼睛四处寻找。 他们的目光对视了一回, 郭佐立即让开了。 郭佐突然一阵心酸, 熬到下午, 郭佐决定走, 悄悄收拾起自己的行李。 收拾完了, 玉秀正在天井里洗衣上。 玉秀亲着头, 脖子伸得很长, 而他的小肚子正顶着搓衣板, 胳膊搓一下, 上衣里头的乳房也要跟着再晃动一下。 郭佐望着玉秀, 身体里头突然涌上了一阵难言的力量, 不能自制。 郭佐想都没想, 拴上天井的大门, 来到玉秀的身后, 一把便把玉秀搂进了怀里。 两个人都吓坏了, 玉秀就在他的怀里, 郭佐很难受, 难受极了。 这骨子难受却表现为他的梦朗, 一口亲在了玉秀的后脖子上, 胡乱地吻。 玉秀没有动, 大概已经吓呆了, 玉秀的双手后来慢慢明白过来了, 并没有挣扎, 潮湿的双手 抚在了郭佐的手背上, 用心地抚摸, 缓慢地狠, 爱惜地狠。 玉秀突然转过身, 反过来抱住郭佐了, 两个人紧拥在了一起, 天井都旋转起来了, 晃动起来了, 他们来到厨房, 郭佐想亲玉秀的嘴唇, 玉秀让开了, 郭佐抱住玉秀的脑袋, 企图把玉秀的脑袋往自己的面前挪动, 玉秀降住了, 郭佐没有成功, 胳膊扭不过大腿, 胳膊同样扭不过脖子, 僵持了一会儿, 玉秀的脖子自己却软了, 被郭佐一点一点地扳了回来, 郭佐终于和玉秀面对面了, 郭佐红了眼, 问是不是, 他想证实玉米所说的情况到底是不是, 却又不能挑明了, 只能没头没脑地追问, 是不是, 玉秀不知道什么是不是, 脑子也乱了, 空了, 身体却特别地渴望做一件事, 有恐惧, 所以玉秀一会儿像妹妹那样点了点头, 一会儿又像姨妈那样摇了摇头, 他就那样绵软地点头摇头, 其实是身体的自问自答了, 玉秀后来不点头了, 只是摇, 慢慢地摇, 一点一点地摇, 坚决地摇, 伤心欲碎地摇, 泪水一点一点地积压在玉秀的眼眶里了, 玉秀不敢动了, 再一动, 眼眶里的泪珠子就要掉下来了, 玉秀的目光从厚厚的眼泪后面, 射出来, 晶莹而又迷了, 玉秀突然哭出来, 郭佐对准玉秀的嘴唇一把贴在了上面, 舌头塞进玉秀的嘴里, 把他的哭泣堵回去了, 玉秀的哭泣最后其实是由腹部完成的, 他们的身子紧紧地贴在对方的身上, 各是各的心思, 脑子里头一个闪念, 又一个闪念, 迅捷激荡却又忘我, 一心一意全是对方, 郭佐开始扒玉秀的衣裳了, 动作迅猛, 蛮不讲理, 玉秀的脑子里头滚过了一阵尖锐的恐惧, 是对男人的恐惧, 是对自己下半身的恐惧, 玉秀开始抖, 开始挣扎, 郭佐所有的体重都没有压住玉秀的抖动, 玉秀在临近崩溃的关头最后一次睁开了眼睛, 看清楚了是郭佐, 玉秀的身体一下子松开了, 向一声叹息, 颤抖变成了波动, 一波一波的, 是那种无法追忆的简单, 没有人知道飘向了哪里, 玉秀害怕自己一个人飘走, 他想让郭佐带着他一起飘, 玉秀伸出胳膊, 用力搂紧郭佐, 拼了命地往他的身上滚。 近了九月, 玉米的肚子已经相当险了, 主要还是因为天气, 天热, 衣裳薄, 一凸一凹都在明处, 走路的时候, 玉米的后背开始往后靠, 一双脚也稍稍有了一点外八字, 这一来, 玉米不管走到哪儿, 都有点昂首挺胸的意思了, 好像有什么气焰, 机关里的人拿玉米开玩笑说, 像个官太太啦。 玉秀就是被玉米昂首挺胸的领着, 到粮食收购站报到的, 玉秀不那么精神, 但好歹有了出路, 每个月都拿现钱, 还是很开心了。 玉秀一心想做会计, 玉米却代表郭主任发了话, 希望组织上安排玉秀到生产的第一线去, 做一个让组织上放心的私棒员。 玉秀还是做了私棒员, 正是九月, 已经到了粮食收购的季节了, 经常有王家庄的人来来往往的, 玉秀每次都能看到他们, 玉秀的心里一直有一点忐忑, 可耻的把柄毕竟还捏在人家的手上。 不过没几天玉秀又踏实了, 王家庄的人一见到玉秀, 个个都是一脸羡慕的样子, 玉秀相当的受用, 玉秀在岸上, 他们在船上, 还是居高临下的格局。 玉秀想, 看起来还是今非昔比了。 这么一想, 玉秀的身上又有了底气, 他们是给国家搅公粮的, 自己坐在这里, 多多少少也代表了国家。